大火快炒再加入酱油 葱末以及蒜头 热腾腾的烟伴随着香味扑鼻 美味的红烧鱼 清烫小卷 还有九层塔 海瓜子就可以上桌 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人习以为常的美味 也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佳肴 台湾人爱吃海鲜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的调查 台湾美人每年平均食用34公斤的海鲜 超过全球平均值的一倍以上 然而海鲜虽然美味 却也带着未知的危险 像是潜藏在海洋生物身上的天然毒素 不只是物食 有的时候就连不小心触碰到 都有可能中毒 不过这些毒素是怎么样产生 又有哪一些类型呢 我们一起来听黄登福教授的说法 海洋天然毒的来源 有一些是像触毒 就是以体变身 至极合成天然它就存在的 然后天然存在的这些毒素呢 它的性质通常都是 蛋白质类的比较多 像是脱光啊 像那个海莲嘛 那这种疑呢 通常不仅只是有刺 还有毒带毒的 那这种毒呢 通常也大概都是蛋白质性的 毒素比较多 然后另外南部各位游泳食堂会碰到的 是水母 然后水母当然有些 你在大小水母通常是有毒的 有些水母像 战舰水母这一类的 在澳洲出现 当然台湾水母会出现 死掉在海滩就一潭蓝蓝的颜色 你不要摸它 你摸它那个蛋白质的毒 你会刺到 大概就会要你变 然后一般 海上游泳食堂大概就是 它会刺 所以你游到它附近 它可能在影距里三公尺或一公尺外 它就会瞄准你 最细润的皮肤或里面 它就把那个真人刺到你身上 所以水母瞄准的这种生物 变身透性的生物技术 比我们年类花年的灰蛋还准确 除了有海洋生物自行产生的毒素以外 海洋天然毒也可能是受到 外在环境的影响 像是食物链 就是最常被学界引用来解释的 外在影响因素 当然活成这个不用讲 它自己变身会活成 它不怕毒 它需要它自己活成 因为第二类从食物链 可以分两类 一类的是它本身这个海洋生物 它需要这个毒 所以它去找 本身含有比较低毒的其他低等动物 把它吃下来 累积更高量的毒量来用的 像河豚这一类就是一个典型的地质 然后有些呢 都是不小心吃到有毒的 然后呢 它为了要吃它 不吃它要死掉的 那这一类的也有 那这种让来它本身对它本身没有毒性没有作用 然后没有作用 它就把毒就跟着输进去 那这一类通常主的是一些 阿罗美贝 牡蜜啦 文革啦 海瓜子啦 这一类的 然后呢 它通常是受输到有毒的藻类 然后有毒的藻类 然后过来以后 它这些类类不怕这个有毒的藻类 也不怕有毒藻类的里面的毒室 它两个 一个要不怕有毒的生活 一个要不怕有毒的化学物质 也就是它毒室 然后两个都不怕 因为它吃的量很下来 而且这个藻类 大量繁殖 通常一栖 大概可以长到 就是一共一毫升里面 就可能含到十万个 这个藻类细胞 以上这个农度的时候 它就有办法 这个毒素 就会大量累积在贝类 然后 当然 藻类它当年就消化掉了 但是毒一下子排不掉 所以就累积在贝类 然后在贝类里面 有一些都当武器 当武器的这些毒 就不容易排放出去 换句话说 吃到有毒的饵料 虽然对鱼贝类本身无害 但毒素 却会在海洋生物的身体里累积 而人类作为食物链金字塔的顶端 再将这些累积毒性的海鲜吃下肚 就会有中毒的危险 而回顾过去台湾海鲜中毒的案例 因为食物链累积的天然毒中毒意外 并不罕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救赎西施舍贝中毒事件 西施舍贝的味道鲜美 但是在50年代 却在嘉义曾经造成六人送医 一人死亡的中毒意外 而在80年代高平地区的喜宴上 也曾经发生过食用西施舍贝料理 导致50人送医 三人不幸死亡的惨剧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西施舍贝一度成为餐桌上的杀手呢 西施舍贝它非常高级 养殖也容易 事实上从在台湾沿海本身就有 但台湾早期也一直在养 特别在高雄 现在渐渐都移到我们中部来了 因为台湾人爱吃它 然后呢 它价位不便宜 事实上相当的昂贵 因为它又长得快 所以呢 它贬身是不会有毒的 但是因为它大量养殖 我们的养殖场呢 它有在一些水质污染 环境下它找毒藻出现 然后才发生 变类的它对这个毒藻跟毒耐性很强 因此呢 它除了毒藻掌灰之外 它把毒也袭击在里面了 然后才造成我们中部的问题 黄教授团队调查发现 西施舍含有致死剂量的麻痹性被毒 而这种毒素是由亚历山达西藻造成 虽然西施舍律食道有毒的藻类 本身不会受影响 但毒素在西施舍体内大量的累积 经由食物链进入到人体 就会造成人类中毒死亡 亚历山大西藻 一种毒藻 然后这种毒藻呢 在南部在高雄平东地区 它的产毒量就比较高 我们在家里做的情况呢 它的毒量就比较低 然后我们过来探讨可能的原因就是光照 第一个影响它这个藻类产毒跟成长的能力的 是只要是光照 因为南部阳光比较充滞 第二个 颜度也有关 这个藻类它呢 在半仙水 或者那个半仙水就是海水的成分 占三分之一 淡水大概三分之二 的左右 这个毒藻最容易出现 而且这个毒藻出现 通常是在寒冷季节 也就是在冬天 所以为什么稀释的中毒都是在冬天 其实不止在台湾 国外也曾经发生 因为海洋毒藻引起的麻痹性被毒中毒事件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在各国政府的管理之下 中毒的事件已经日渐的减少 加上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亚历山大细藻在台湾越来越不容易繁殖 因此稀释设备的中毒事件 在台湾已经几乎绝击 其实是一种麻痹被毒 麻痹被毒在世界各国都会发生 连年发生 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 以前都是同样的跟台湾人 中毒 人事都是上百年上千年 死亡人事比台湾还更下来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以后 实际上台湾整个世界 对这一个毒藻的管控 跟变列毒性的管控 世界各国都有对策 管得很好 在现在几乎全世界 不会再有稀释 有麻痹被毒的十五种 所以世界各国 连年都有毒藻出现 都不担心了 我们台湾这个毒藻出现的可能性 已是唯有其余 因为台湾的既有万化 这个毒藻大概不容易期限 虽然近年台湾已经没有再出现 稀释舍备的中毒意外 不过黄教授也提醒 养殖户要随时做好水质的管理 才能够防范未然 所以这个毒对养殖院 应该不够 不会过程我们的危害 小心管理 农政 我跟迪远小心管理注意 然后变身不管理 大概不会发生 但是嘉义层注意 会对我们消费者定有保障 以上专题 由记者清晴采放报道